老吐說句 情長失意就事業得意 剛好早前宣佈回復單身的陳雷 最近事業運就十分長旺 除了成功仔新樂壇頒獎禮的女歌手吳強 和謝安琪、Jean Lee等強敵咬手瓜餐獎之餘 最近還宣佈明年3月會在紅館開Show 演唱會海報近日以搶雜曝光 炮哥竟然激變白髮魔女 當然要聽聽她自己解構這個樣子 這次我的臉演唱會的poster 會見到我是白色頭髮 然後妝又很素 白色衣服 其實我是確實有給過一些reference給同事 我說我會形容我三門演唱會之後 譬如《由世界與你無關》之後的那些歌 全部都是好像在黑暗中有一道光的感覺 所以我原本又發了一些reference 就是覺得背景是可以很黑暗 但是我整個妝或者整個人都是很白 我就是那道光的感覺 畢竟人生第一個紅館的演唱會 都很希望poster上 都可以令到大家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炮哥第一次在紅館開過人Show 外界反應相當理想 不少怕迷都已充滿期待 不知道她又開始緊張了嗎 我覺得我暫時未到一個緊張的階段 但是我知道我需要很長時間去準備自己的心態 然後也不排除在臨近一個月的時候 我就會很緊張了 所以我就要在這段時間 幫自己做各種的 無論是體能Vocal 或者是身形的管理 就是早點去做足準備 我就不需要在一個 臨近一個月的時候 因為臨吉抱佛腳而緊張 說回這次演唱會內容 炮哥會有甚麼驚喜帶給大家 這個音樂會未必是娛樂性很高的音樂會 但是它會是一個希望在視覺上和音效上 都給大家一個沉浸的體驗 就是希望你進來 你會感覺到所有東西是很一體的 你是很專注地覺得完全沒有漫長 不會分心地去欣賞我們舞台上 所發生的所有事情的一個表現 現在在想最後可能有打機Encore的環節 希望交流留在這裡發生